歡迎回到今天文献世界表所做的總統大選的特別辯論的特別節目 這是第一場賀錦麗千戶萬化史出來才願意上台的辯論 本來川普不肯跟他辯論 因為他就說ABC長期對他是不友善的 現在賀錦麗他今天辯論完以後他同意辯論第二場 如果就一個美國總統來講 我認為賀錦麗這件事情是不誇了法的總統 因為大家過去對你的認識不足 然後你當一個副總統的時候表現 你可以說是你不好表現 那你是不好表現 你可能有潛力不好表現 你要讓做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 而不是一個會競選的人 你是應該要公平的接受 好幾場辯論證明你可以領導這個國家 可是他顯然就想避開他的弱點 然後他接受唯一的一個所謂深度訪問 我們大家都看得快昏倒不到30分鐘 所有的人都大罵CN主持人從頭到尾做球給他 然後唯一問他的問題只有跟水利壓裂法有關 然後他最後也就是這樣混過去了 所以某個程度來說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用談選舉的策略 然後或者是說談這次的表演 然後談賀錦麗他作為一個要可能當上沒有總統的候選人 那大家都知道川普的優點跟缺點 你根本不知道賀錦麗他的優點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他的缺點是什麼 而他就是一直閃一直躲 然後整個狀況裡頭就是用他的可愛的災難的笑容 可是這是真實的他還是表演的他 我們甚至都不知道 那像永平剛剛覺得他是這樣 我就告訴他說 No 他以前在選舉的時候絕對不是如此 OK 那他某個程度呢 以前在幾個外交訪問裡頭也曾經得罪一些人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賀錦麗這一次呢 其實最令人值得佩服或是學習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般呢 不要繼續美國總統你也可以學 就是說他就去找一個被川普打敗過的人 叫希拉瑞做他的軍事 而且他們當時的幕僚是他家最核心的幕僚 然後另外永平也有略提 他這次為了辯論 他找了一個紐約學報報導 他找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律師 這個厲害的律師就是很不斷的結問他 他的所有的弱點 他答不出來的問題 然後一樣一樣的 比如說聽說很severe 就是很嚴厲的 其實他答錯了的事情 他答的問題呢 答得很差 他就再把他罵一對 他願意接受這種很像那種 不是拍馬屁的 也不是客客氣氣的 也不是幕僚給意見的 就把你說 比如說胡市長 他是這樣一個 我們跟他做朋友 說他要去辯論 我們好意思 跟他說你答這個根本就胡說八道 誰好意思這樣講 聽說這個人是這樣子罵他的 就是到這種地步 他是接著這種歷練考慮以後 他上場 那所以我們可以從一個人身上 學到一個什麼優點 他去找過去被川普失敗的人 打敗的人 第二個他知道他自己的缺點 大多數的人都只在張揚自己的優點 自以為是自戀川普就犯這個錯 然後他呢很知道 我不行 我不夠 我也不是念好的學校 我也沒有很好的政策背景 我這個也不行 我那個也不行 我應該會輸川普 在這個情況裡頭 我不能輸 那怎麼辦 所以他做好了這種training才上場 這個我多講一點 跟這次辯論 不好 就是在那個 你看到的辯論之外裡頭 你可以從一個人身上 學到 如果你本來應該是一個loser 可是你如何讓自己不要變成一個loser 那你本來應該是一個winner 你怎麼樣讓自己變成是一個loser 這今天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上課 但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是 在這次選舉裡頭 他找希拉蕊能做他的軍師 希拉蕊教他的就是用跟川普一樣的語言 不是髒話 就是跟川普一樣 民眾都懂的某些語言 然後尤其是類似的一些英文 然後其次就是完全是中低收入戶 承認美國就是貧富差距 有很結構式的裂痕 所以兩個人都比賽 比賽美國總統選舉 你剛才講墮胎 那還是很大的議題 兩個人這次最重要的議題 兩個人都一致的共識是什麼 小費不用繳稅 美國選舉已經走到這個地步 可是你覺得很可笑 他是要那些所有的服務生的票 還有去吃飯的那個consumer的 那些所有的人的票 那這些小費都不要繳 所以是美國總統大選 就是很大的一個議題 那以前你們會覺得很可笑 美國總統大選應該來談烏克蘭 應該談以色列 高大上再見 自由貿易不要討論了 都沒有出現在今天的辯論裡面 然後烏克蘭問題也很空洞 重要的都是這些小老百姓 所面臨的最直接的問題 然後賀錦麗這次都沒有高大上 也就是說 基本上都是往這個方向去走 那也不支持自由貿易 也不反對關稅 然後也都支持台積電 你要給我到美國 美國來設廠 所以我問雲鵬你寫了這本書 爭取中低收入戶 幾乎賀錦麗就步步跟著川普政策 包括連語言都如此 然後接著呢 他呢 晶片 拜登也是完全都跟進嘛 他已經被逼去 Arizona是2019年強迫去 那是川普時代 他又在被逼去 去的是2022年12月6號 我背得好清楚 第二個差 所以這是完全晶片與科學法案 後來就乾脆變成一個法律 這完全是川普改變了美國 他是要振興半導體產業 製造業要回來 那剛才政人是講說 他們談哪些 所以其實川普的政策是一套的 他就是要回到1900年 就是1897年開始 所有進口美國的都要關稅 然後呢就逼迫製造業回到美國去 然後增加美國的稅收 然後降低美國的國債 所以美元就要弱化 他是有這一整套思考 賀錦麗是零 賀錦麗到目前為止都還是零 雲鵬你自己曾經寫書 你講到美國為什麼今天會落成今天對比的狀況 我剛剛講比較長 可是你看一下賀錦麗 她現在什麼都跟著川普 那只是講髒話的川普落選了 攻擊1月6號的 這個1月6號攻擊國會大學的川普落選了 其他的川普那個反全球化 反自由貿易 今天還是賀錦麗說川普跟習近平是好朋友 就是那種更強的反中的賀錦麗 然後全部都是 其實全部都是川普路線的 你怎麼回答 其實在上一次的希拉蕊跟川普的選舉 民主黨到後來 就是到選戰的後半期 已經體認到說自由貿易是毒藥 所以如果我們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這個也不是我親自記得 是有一個演講的人在一個演講提到 我回去看 就是在希拉蕊的那個提名大會上 就最重要的會議上 她在上面講話 底下拿一個就是 我們就是看到吧 就是上面不管講什麼 底下都有人拿標語對不對 而且是都是印字好的 這就表示大會一開始就設計好 希拉蕊被提名那一次 底下人拿著牌是什麼 反TA TPP 都是NO 就是那時候是叫TPP對不對 就是TPP NO 就是打一個那個NO的符號 所以希拉蕊已經知道了 OK 已經知道自由貿易就是他先生時代 所提倡的那個東西 在美國已經完蛋了 因為中產階級都 垮了 都垮了 這個中產階級就是 本來是中產階級的很多人 就開始變成競貧階級 因為薪水低了 可能失業了 物價漲了 所以其實從那時候就開始 美國其實就開始轉變 所以其實到了後來 希拉蕊跟川普 都是反對自由貿易的 其實沒有任何差別 只是大家記得川普反對自由貿易 但是希拉蕊其實也改口了 那這次當然四年以後 情況完全沒有改變 你看兩個人一樣的立場 都不准日本 那我待會兒講 你不要 你不要每次 我不要緊實還沒有輪到 你就請你不要 自開 我說跟他是好朋友 這我待會兒要講 川普可能落選 川普可能會落選 但他的主張減少國際干預 反對自由貿易 支持美國晶片業 將永久改變美國 改變不了 不是不是 什麼改變 我說他將永久改變美國 這樣對嗎 對 然後這次你發現沒有 兩個人都一口同聲 反對日本鋼鐵 我待會兒的標題 你不要先講 好 那我現在回答 看拿到書就知道了 回答你 你現在真的問我的問題就是 那這個我注意到 因為我們是台灣 我們今天剛剛 字音太小了 我們連戲好多老人版 知道 看不起出來 我們那個全辯論裡面 本來以為會什麼提 什麼台海危機 有提到台灣 完全沒有 就是在晶片的時候提到台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賀錦麗說 你看你當初簽訂了這個 跟老共簽訂了一個那個協議 貿易協議對不對 所以你把我們國家給賣了 這協議完了以後 雖然有關稅 但是貿易就全部自由了 所以你看 所有他們現在的晶片 全部都是那時候我賣給他的 然後川普回答說不對 他們晶片都是跟台灣買的 不是跟我美國人買的 這是川普的回答 所以我就記得台灣在裡面 但是美國也賣晶片給大陸 台灣也賣 所以兩個人都說謊 所以我就講說CN說說 說那個講錯了賀錦麗只有講錯一件事情 好幾個 美國的自由派媒體 他這樣子的話會造成什麼結果 就造成川普如果落選 他的選民會不服氣 他們自己要替他的國家賞 不是替賀錦麗想而已 所以我可以 就是你剛剛講的沒有錯 就是美國要進入一個對中對抗的時代 脫離自由貿易的時代 要進入保護主義 這個其實在就是 川普世道 八年前那個味道就已經是這樣子 已經是兩黨共識 就是說雖然他們罵川普 但川普主義是勝利者 同意吧 是實際被採用者 他就是勝利者 因為他真正的看到 共和黨他不願意給他一點多 我就說他落選了 他還是不肯 你怎麼看 我覺得不管是川普或者是Harris贏 晶片一定會回美國 而且越來越多 因為美國很清楚瞭解說 現在地緣政治 很多高階晶片90%是在台灣做的 像高端的武器 什麼無人機 飛彈 戰鬥機 都是需要高端晶片 所以他們一定會逼台灣去美國設廠 排氣店你知道在鳳凰城設廠 設兩個廠 像有謠言說會設第三個廠 他那個地可以蓋六個廠 所以每次我回鳳凰城都會去看那個地 然後我都有朋友開飛機 因為他不知道我們去參觀場 我們坐飛機所上面看過去 看他開多少東西 所以我覺得台灣晶片 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台灣現在最大優勢 就是高端晶片 美國或者像你知道就是最近 美國布林肯去英國 跟英國談話還談到台海危機 德國最近不是還有什麼 軍艦要來台灣海峽 大家對台灣那麼重視 就是因為我們的晶片 所以我們晶片的優勢一定要保護住 去美國可能不得不 可能正式關係 不過最高端還是要放台灣 這樣才會對台灣的保護 不好意思 我的問題是 川普即使落選 美國還是在走川普路線 對 就會答你問題 其實我必須要跟大家講說 你把川普就是他的髒話拿掉 他的色情封口費拿掉 他的1月6號攻擊國會這件事情拿掉 美國拜登總統做的沒有一件事情 不是 就是他對國內議題 幾乎大多數的事情都是川普定下來 就是完全走川普主義 所以這個世界是逆轉的 第一個沒有自由貿易 第二關稅到今天都還留著 第三個全面跟中國貿易戰 到科技戰也是川普2018年開始開打的 然後注意到晶片問題 要晶片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也是川普開始的 然後減少國際干預 今天阿富汗我們待會會討論 這是胡部長的專長了 也是川普定下來的 所以我就說在歷史上 川普是一個永久改變美國的人 當然我講這個永久可能是指30年 或是什麼時刻 你怎麼看 我文件一本新書 在裡面是 這個世界已經跟全球化在說再見 至少說全球化已經走下坡了 那些理想 那些夢想 全球化 現在已經越來越不實心了 我覺得這在川普身上也是如此 而且非常現實的如此 那川普本人是張人出身 我不會看不起張人 但是他總是give and take 有給有拿 大家要算清楚 所以我覺得從現在走下去 這個全球化的趨勢本來就不存在 打仗的趨勢在不在 我覺得也很難說 也誰敢說 不會打仗 甚至於現在也有人談到 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是再說一句 美國大選的決定性 我覺得不在戰爭或和平 目前也暫時沒有全球化的問題 它是兩個因素 二中 就是中小企業 中產階級 會決定美國這個總統大選的總項 我個人感覺 你從Hairis Kamala的演講 他就是從頭到尾就是中小企業 他這個完全學川普的 川普是這麼講 說我送頂帽子給你 我們來聽聽他講的一句話 川普說好吧 我送你一個媽趕帽子給你 你全部都在跟著我的 我們聽這段談話 你回到我的 我會送她一個媽趕帽子給你 她是從頭到尾就是中小企業 我會送她一個媽趕帽子給你 我會送她一個媽趕帽子給你 我會送她一個媽趕帽子給你